小贝60分 小妹80分 我100分 小雪0分 我连 小贝60分 小妹80分 大宝100分 小雪0分 我怎么是0分 就是老师 你是不是弄做了呀 小雪学习这么好 怎么可能会是0分呢 小雪就是0分 我是老师 我输了算 奇怪 大宝怎么可能会是100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看你们就是嫉妒 小妹六张诗卷 我连 小贝最讨厌了 小贝10张诗卷 我连 小雪 小雪不是最爱写作业了吗 我就满足她 小雪100张诗卷 我连 还有我 我0张诗卷 我连 小妹作业是6张诗卷 小贝10张诗卷 什么 10张 小雪100张诗卷 大宝不用写作业 什么 100张 为什么呀老师 为什么我们每个人的作业都不一样 就是老师 凭什么大宝就不用写作业 这可是老师布置的 再说了小雪 你不是爱写作业吗 那你就好好写你的100张诗卷吧 大家的作业 我刚刚已经布置过了 大家就按我说的写 小贝 小雪 小妹 我看你们还是乖乖回家写作业去吧 我去玩了 拜拜 为什么会这样啊 哎呀 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次又出现新的连线了 让我来看一看 小妹汉堡可乐 我连 小贝 小贝面包 我连 小雪馒头咸菜 我连 我 小龙虾红烧肉大鸡腿 我连 现在开始发大家的午饭 给小妹汉堡可乐 给小贝一块小面包 什么 怎么才一块小面包 这怎么可能吃得饱啊 给小雪馒头咸菜 怎么是馒头和咸菜啊 给大宝小龙虾红烧肉大鸡腿 哇塞 这么多好吃的 谢谢老师 老师 你偏心 之前你偏心 大宝也就算了 现在打饭也把好吃的都给大宝 给我们吃难吃的食物 小贝 我是按照规定发的 我也没法给你解释 小贝 你要是不想吃的话 可以不吃 大宝 你真是太过分了 去 吃饭去咯 真是太好了 连线真是太好玩了 这下大家都在听我的 好奇怪啊 为什么会这样 对啊 要不我们去找精灵仙子 看看这是怎么回事吧 熊妹说得对 我们走 精灵仙子 你快帮帮我们吧 怎么了小雪小贝 精灵仙子 不知道怎么回事 大宝每次都能分到最好的东西 我们每次都是最差的 对啊 我们只能吃馒头咸菜 老师去给大宝 一堆好吃的 是吗 我来看看是怎么回事 精灵之力 原来是这样 是大宝拿走了我的魔法连线笔 所以才会这样子的 大宝 快把笔还给我吧 啊 凭什么 这明明是我的 被我捡到了 就是我的 大宝 你这么做是不对的 你快把笔还给精灵仙子 就是 不然小朋友们 肯定都会给你打零分的 我才不信呢 我就不还 我又没有做错 小朋友们才不会给我打零分呢 快把笔还给我打零分的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